萧丘VS进言 都是军医 大家果然惺惺相惜啊 2.4崩铁剧情名场面来喽 活到最后的才是赢家 萧丘先生一弹气毒药就满脸兴奋 也不知道算是正大光明 还是阴险卑鄙 假设现在有两个人 一个阴险卑鄙的站着 另一个光明正大的躺着 你们倒是说说看 那个躺着的有什么办法 去控诉那个站着的阴险卑鄙 战阵之上死生刹那 万念成空 活下去便是唯一的道理 但凡能从战阵中活着回来 一切价值都会被重新定义 光明磊落也好 阴险卑鄙也罢 在我看来都轻如鸿帽 好嘛 这下剧情合理了 真的可以无缝衔接到 戒严的剧情了 戈书将军留下最后的军令 赫命所有士兵死守不退 自己则不惜以烈火焚躯 与无相贤主生死相绝 至今下落尾部 就在所有士兵陷入绝望之际 一生龙吟划破了寂静 一位少年接过了黄龙的旗帜 带领叶龟杀出了重围 撤离战场 经此一役 那名隐风化龙的少年 声名雀骑 屡历战功 被决 悬定为新一任的 镇术将军 至于戈书将军 则因那道至始夜归 死伤惨重的军令 成为了黄龙历史上 庆竹难输的罪人 最后附上段焦丘的 良药毒药论 看来咪咪也都是怪物啊 你简直就是个无耻文人 云离如此评价的 我手中这瓶药 你们可识的 不认识 这叫颠制散 是用玉外奇花 鸭布炉提炼浓缩而成的汤剂 毒药 是毒药还是救命良药 端看医者用心如何 为病人做伐骨洗髓 开膛破腹的手术前 只削一滴 便能让人不知疼痛 但若是剂量在多些 浓度在高些 便会放慢代谢 叫人血流不宁 乃至无感尽失 虽是老病不侵的长生种服下了 也不能命 这东西可以救人 也可以杀人 派上的用场 可比你们手中的刀剑多多 燕青还是更愿意将胜负放在剑锋之上 而不是 确实误会你了 你不是孱弱文人 你是无耻文人 怎么突然骂起人来了 我也不过是给大家普及医药知识 可不是要教唆各位投毒啊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